各位同学们回来了,我们四位数加减法第二节 上回提要,就叫你做几条数,不知道大家完成了吗? 完成才开始,不要未完成,走来抄答案 抄答案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你过到今天就过不了下一次 考试测验不会有机会给你抄答案 在这里,我们预备好了,马上就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高了 好,再对答案,我们刚才第一条 4050-1999,即是你加完之后再减,得到的结果2051 第五条,608加2557,再加5132 我们有3165加5132,就得回 等于8297 第六条有3850-1133-409 结果就是2717-409,是2308的 第七条,两个加是 4235加618,再加199是什么? 就是4853加199,是5052 第二,第八条,比较特别的 3916加5133加4106 阿sir,3916减不到5033,细减大是哪里做到的? 记得了,它后面还有一个加数 如果加到之后,减到就成立了 所以为什么他经常说先加后减呢? 就免除了你会忘记了 就是 觉得是细减大这个因素 那就是3916加4106减 5033,得到的结果应该是2989 好,698-730加1458 那有698加1458-730 结果,我们最后计到1426 计不计得到大家? 好,6494-478 减942,我们会去到6016 减942,得到就是5074 那,计得适合同学,恭喜你 在这里的掌握大家都不错了 有错的,改正它 然后再继续去,可以停一停 然后再继续去,再下一部分 行不行? 如果OK了,我们继续去,揭开后面,我们的应用题 看看吧 表姐和表哥的月薪分别是7700元 和8500元 上个月表姐 有勤工奖,1325元 为什么有勤工奖? 勤力上班,勤工 是不是? 有这些钱 问你,共得薪金多少钱 加上有多少 表姐和表哥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两子弟 或者两兄妹 他是谁的儿子和谁的女儿 很多选择 可以是姑姐 可以是姑妈 又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舅父 又可以是姨妈 又可以是阿姨 总之是这类别的 子女 都是你的表姐表哥 表弟表妹都可以 但现在表姐表哥 是不是? 但是阿叔和阿伯 可以吗? 是不行的 可以吗? OK 那些是叫做堂哥堂姐 知道吗? 好了,回来这里 那些常识题 我们先不要理它 回来数学 7700加8500 再加1325 我们结果就是这样 写的答句 他们上月共得 薪金两个合 通常计的总数是什么? 用来给家用 好吗? 7700加8500 我们得到 16200 是怎么来的? 7加5是12 记住它 要进位 所以16200 然后加1325 就17525 这个是五位数 我们上学期就学了 五位数的认识 最左边这个位 叫万位 千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或者我们游截了 是否叫个十八千万 这样去想 知道吗? OK 如果这个第一条OK了 我们看看第二条 第二条是说什么? 手提电话呢 原先 他卖4188 现在减价了 减了299 哥哥就买了个电话 以及 售价是 348的电话套 究竟要给多少钱 首先要想一下 电话减了价钱之后 是买多少钱 如果不知道 我哪有数字去计 我们就知道 因为减了299元 是否 4188 减去 299 就是我们手提电话的买价 然后你又怕跌破新电话 跌破新电话 我们就加电话套上去 很安全 同样地 电话套都要用钱买的 所以 你都要加 348元 好 计完之后 4188 减299 就有 3889 OK 这里 借位 退位 那些 不懂的 和我停一停 看了这个位 行不行 看完了 继续下 加348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4237元 所以共需付4237元 行不行 来到这个位 说多一条 接着大家自己做 OK 学校有图书馆 图书馆是做什么 做阅读的 是不是 可以借书回家读 或者在图书馆里面 直接读都可以 除了计数之外 阅读都很重要 对于你的语文 各样 都很好的 其中英文故事书 就有1755本 中文书 就比英文书少 那是什么意思 这里英文书 就是 1755 中文比英文少 经常都教的 中文是少一点 是不是 共有书多少本 即是 我要知道中文是多少 加上英文 共有 我们先写回答句 图书馆 是不是 女 共有 书 OK 英文书 1755 再加 加什么 中文书数量 中文书数量 1755 减 1380 1755 减 1380 好 我们又来个直式计算 5加5是10 这个5加5都是10 进位变11 7加7是14 加1是15 111 就变3 减 1380 是不是 0减0就是0 11减8剩3 好这里 5减3 其实借了位 你不要忘记 变了4 4减3 1 3减1就是2 所以总共2130本书 好 我先教我靠岔 整个图书量 我们有2000多本书 那我要看多久 不要紧要 因为你是学校的图书馆 你有6年时间看 对不对 这2100多本书 一年有300多日 365日 二年班学过 你读到六年班 应该看完书 还要每年 新书给你加入 所以要看快点 明白 这个假设你每天看一本 好了 如下的时间 和我做 后面由第四 去到第第17 18条 好吗 小心点做 有什么不懂的 请问我 或是问MISS 好吗 不要自己 猜猜一下 不懂就不再问 希望大家 透过做很多不同的 练习 这样可以得到 要懂得更多 还有速度、准整度 必定要救 知不知 练习是令你改变的唯一法门 不要觉得 很烦、很闷 日日我都要做数 多我不需要,但是我们必须要有 可以吗?数学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有付出就有收获 与语文不同,语文我们需要长时间浸浴 数学你真的要付出的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下课我们继续 OK,拜拜